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去自製一個 半透明的照片 以及說 把它當作一個小夜燈的幻燈片 那這裡呢 主要是用圖片來轉換成一個 3D列印的檔案 那經由列印完之後呢 再做一些小設計 搭配一些LED燈 以及一些其他的螺絲等等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這個列印完的物件呢 它透過LED燈 投射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半透明的照片 看起來是相當不錯的 那這裡呢 還設計了幾個 可以改變顏色的一個色片 那這裡呢 就是用這種形式把它做出來 透過Study Wars 以及3D列印就可以把它完成出來 那這邊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那在做之前呢 我們先需要 有一個圖片呢 透過這個網站把它轉成一個 可以列印的STO檔 那這個網址呢 我會放在影片的底下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點去觀看 那一開始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 圖片 那選完圖片之後呢 你也可以是照片 選完之後 我們再進入一個 模型的地方 進來之後它就會 預設丟進來 那這裡你可能 可以去選擇一個 你的形式 像這裡我是使用平板式的 那這裡也有 曲面式的圓柱式的 這邊要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設定這裡呢 我們可以去設定 模型 這裡我預設呢 是做一個100 然後厚度是3的 那這邊 這個地方呢 我把它設定是-27呢 讓它底座是有一個L型的 我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從模型的後端 可以看出這裡呢 是有一個L型的 可能不是很清楚 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裡 有一個底座 那這樣子呢 我們剛剛那邊 設定完之後呢 要按這個重新整理 讓它去運算一下 那運算完之後呢 如果這個是我們要的 我們就按下載 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檔案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 好幾個圖片 你可能這個做完 要再做下一個 你就再重新選擇 好 再重複等 剛剛這些動作呢 好 設定完之後再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看你需要 做幾種照片圖片呢 好 你就去把它完成 好 那這一步呢 我們就可以先做到這裡 好那有了照片檔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3D的建立 好 那這邊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如何自學 機構設計 概念篇呢 來想像一下 我們 要怎麼去做設計呢 以及說 Study Wars的入門篇 用這種方式呢 建立3D出來 好 其實在這裡呢 所運用到的都是最基礎的 所以 只要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去參考這兩個影片 應該都會找到答案的 那這裡呢 我就先讓照片的檔案隱藏起來 這邊是畫一個示意 方便我去做設計的 那這裡呢 我就尋找了一個 現有的LED燈 那LED燈呢 它是透過開關 以及USB的插頭呢 讓這個LED燈給它點亮起來 好 那這邊我希望呢 它可以簡化一點 所以我讓這個開關呢 是 坐在後面的 我會做一個大底座 把它塞進去 然後 它的線呢 是有一點長的 好 於是呢 我在 相片做的內側呢 做一些 溝槽 這邊可以去存放線材 好 讓線材可以整齊的排放在裡面 好 那這裡的設計呢 要注意到一點的就是 我們這裡LED燈投射過來呢 是 我們剛剛所轉檔的那個照片 好 所以 這個地方盡量的都不要有任何東西 好 這樣子在投射的時候 才不會有一些奇怪的黑影子 或是說 投射過來的 投射光呢 是不夠亮的 會導致說 這個照片是沒有那麼清楚的 那這裡呢 就是 主要要留意到這個地方 那內側呢 有一些螺絲孔 就預留一些孔位把它鎖起來 那這邊呢 因為是要結合的關係 所以會留一些洞 以及說 這邊做一些偷料的動作 那偷料的用意就在於說 希望讓它3D烈焰的時間可以降低一點 以及說我可以節省一些材料 那偷做這樣的結合的方式呢 組裝上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就把它顯示出來 那這裡呢 就是讓L型的這樣直接卡進去 用這種方式呢 來把它組裝起來 那這裡呢 我們就要再進行下一步的切片軟體 那這邊切片軟體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等一下會來告訴大家的 完成3D建模的設計之後呢 就要來進行切片軟體的設定了 那你如果對於切片軟體的設定 還不是那麼的熟悉的人呢 你可以參考影片底下 這裡有一個切片軟體的入門篇 這裡應該都會有你要的答案 你可以去那邊學習觀看一下 那這裡呢 在切片軟體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照片的這個檔案 那其他的你所設計的呢 你可以看你要怎麼設定 都是這邊是沒有比較多的要求 那這個照片呢 我這邊的建議是 你的成後呢 你可以設定一個0.1 小一點 這樣列印出來 我們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裡我也比較建議用直立式的 像這樣子直立式的來列印 因為這樣子呢 以Z軸來列印這個表面的話 以經驗來看呢 列印出來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表面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再來是一個重點 我們在填充密度這裡呢 要設定填充密度100% 為什麼要這樣設定 因為今天這裡呢 是一個半透明照片 所以我們剛剛所設計的LED燈呢 會從裡面往外透出來 如果我們這裡有填充密度的話 我們就會看出這裡 會有一格一格的 一條一條線 這樣子是不美觀的 所以我們需要 列印填充密度是100% 100%的話 我們投射出來呢 就不會有那些填充的痕跡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一整面的 那這裡呢就是 主要是這個地方呢 需要去注意的 那你可能想說 可是這樣立著印的話 時間會變很長 你如果想躺著印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以經驗來講呢 躺著印通常不會比 直立著印還要來得漂亮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那做完了這些前置作業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進行3D列印了 那這邊的話 在3D列印我會建議呢 那這邊呢 列印的顏色呢 是使用白色的 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是 半透明的照片 這樣透光度呢 會比較好 那這樣出來的效果 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你所設計的其他的一些物件呢 我也是會比較建議用白色的 這樣搭配起來呢 一致性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這裡呢 這一次我所設計的 那列印上是都不會太困難 都是方方正正的 差別在於說 有一些物件比較大 很列印的時間會比較久 那所以我呢 在設定上呢 我就是讓它有不同的稱號 好 因為最主要這個主體呢 是用 主要是一個功能性的 它要鎖附我的LED燈 長一些線材以及 扣接我的相片等等的 所以它的外觀可以 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我把它設定的比較薄一點 是沒有關係的 啊 填充密度也比較少一點 最主要的是相片的地方呢 我要品質好一點 以及填充密度要100% 剩下的呢 列印的時候就是 比較不用在意那麼多 這樣子列印完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進行 組裝跟測試囉 那一開始呢 先來做一個相片的測試 先來拿一個手電筒呢 從後方來照照看 看起來呢 它透光度是不錯的 整體來講呢 透出來的樣子呢 跟照片是很相似的 所以看起來是蠻好看的 那這裡呢 列印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讓LED燈呢 跟主體來結合看看 以及後面的開關呢 組起來看這樣子會不會有問題 那組裝的過程呢 也要順便去測試一下 LED燈的 量的狀況是怎麼樣 會不會有 線材有一些接觸不良的問題等等的 都需要去考量一下 所以要邊組裝的時候便測試 以及裡面的線材要怎麼去把它收線 那組的過程呢 也要跟照片稍微做一下搭配 看一下這樣子是不是會有問題 那整體組裝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其他的功能性的測試 組裝完之後呢 在實際使用的時候發現說 在相片是不太好放進去的 使用上是比較不便利的 那覺得說這個地方 應該要再做個重新設計 那因為呢 這個物件呢 列印所花費的時間是蠻長的 我又不太想呢 把這個主體呢 重新做列印 於是呢 我回到了3D 把這個地方呢 希望可以沿用這個主體呢 來加裝的方式 來把它加裝上去 來改良這個設計不良的問題 所以呢 我在這裡相片的地方呢 做的前蓋以及底蓋 運用這個方式呢 讓我的相片是 遷入到裡面去 以及說因為這裡剛好有一個縫隙 我來做一個小測試 那這邊呢 我就做一個可以變色的變色片 因為我有其他線材的顏色呢 我想要試試看 用100%的填充度呢 來列印別種顏色 看它透光之後 會不會變成一個其他顏色的樣子 那等一下呢 列印完之後 實際會來再做測試 來看看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那這樣子呢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不用再把這個物件 重新再做列印 以加裝的方式來改良它 那等一下試起來呢 感覺效果也是不錯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來 進行下一步的測試了 經過剛剛的小改良之後呢 這個物件呢 就變得更好用一點了 那這樣子我就不用再 重新去做列印 用加裝的方式呢 來改良它 那這裡呢 照片是可以去更換的 那也不用擔心是拿不出來的 因為底部是有挖一個小洞的 你可以從這裡伸進去 把照片給它推出來 以及上面呢 可以更換色片 那這裡呢 它會因為色片的顏色呢 而去改變它透光的顏色 這邊感覺也是蠻不錯的 那實際測試幾種之後發現呢 黃色的感覺還不錯 那剩下的其他的顏色 可能顏色是比較深一點 所以透光度都變得更不好一點 那整理來講還是 純白色呢 感覺是透光度是最好的 那效果也是最好的 那這次當使用起來呢 是蠻棒的 那這裡呢 照片你可以客製化 你自己想要用的 形式 你可以去抓取你喜歡的照片 或是你自己的照片 也可以這樣客製化出來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幻燈片 或是一個小夜燈 你插著電腦的USB的洞 或是用手機的鋁窗的USB 都可以去做亮燈的動作 是蠻方便的 那這邊的話 只要你有變壓器 那110、220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所轉換過來的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樣子呢 就是可以 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紀念 那做起來 這種感覺也是還蠻不錯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majca 可以